有一位徒弟他去见师父 他以为自己开悟了 他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终于误了 这很会用古文啊 误了 我觉得 今世而着非啊 意思就是今天是对的 我昨天呢是错的 以前的几十年呢 师父我全错了 我可以再也不去想 直到那段日子根本不存在 嗯 这个师父说 好极了 你明天到山下的花店 帮我去买一把晚香玉来 要直直的走到店 不要绕路 师父 不绕路要经过风化去 你去买花就是了 什么都不要想 花买回来了 一到晚上 新香就四面翻译 整个屋子都是很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师父说 是照我祖父的到那家花店吗 这个弟子说 是的 经过风化区了吗 经过了两次 嗯 你不是去买花的 你为什么到风化区啊 嗯 师父 这个店如果不经过风化区就买不到花呀 弟子急忙的解释 那种脏的地方花还会香吗 香香香 师父 你没闻到吗 比刚才还要香呢 师父说 这就对了 你不经过以前那段肮脏的人间日子 哪里来令你惊天啊 甚至可以说 你没有迷失的痛苦 哪会找到佛法的欢喜呀 过去虽然过去了 但是那段时间 你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 只是今天 你已经出于污泥 已经修成一朵莲花了 师父露出慈悲继续说 绝今是而浊飞 意思就是说 我觉悟今天啊 而浊天说自己不是 虽然是开悟 却不是大悟 大悟就是无所谓浊飞呀 就是无所谓浊天的对和错 但今世里有浊飞呀 就是今天我们的对 我们找到了佛法 是因为过去的迷惑颠倒 我们才让今天找到了佛法 没有一朵莲花能够否定污泥的 没有一个今天的果实 可以否定昨天的种子啊 人生没有痛苦 我们就不会去拜佛 寻求解脱 人生没有苦难 我们人就不会去精进 能脱离苦海啊 所以当你不知道明天有多危险多痛苦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觉得今天是多么的平安 多么的幸福啊 当你不珍惜 当你不珍惜夫妻感情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会离婚 当你每天抽烟喝酒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觉得你终有一天会得到肝癌和肺癌 当你每天在做恶事杀身恶口时 你不会觉得终有一天会现世报 当你在受苦受难的时候 你要坚持天天做好事 念经放生许愿 帮助别人 你不会想到终有一天 你会离苦得乐 操脱六道啊